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不老仙丹和万岁不死的仙人就在虚无缥缈的遥远海上 为此史皇帝最大的乐趣就是四处巡游 希望自己能碰到那些仙人 那些真人意识 为什么呢 那些人手中确实他有不死的仙药 如果我们细读史记秦始皇本记 秦中有关秦始皇称帝之后 几次最大的巡游活动记载的清清楚楚 他当皇帝当了将近12年 共有5次大的巡游 史皇27年 28年 29年 32年 37年 也就是说史皇帝他27年第一次巡游 实际上那次比较简单 就是巡视他的西北边疆 他当时这次巡游政治目的很明显 他跟求仙问道 这个好像还不搭计 那么史皇28年第二年他要去哪呢 他等于是 主要是到了泰山 他到泰山 也不是说跟那些儒生拜孔子 他见儒生了 主要是讨论了泰山风扇 我都当了史皇帝了 公高三皇 公高五帝杖的那什么 我都到泰山风扇是一种礼仪 表示 我是天下最牛的No.1 那么史皇29年 嬴政去了哪呢 这次出游 有惊无险 这次旅游 秦始皇遇见一大麻烦 他到了今天河南远洋 就当时叫阳武县 这个地方以南有个叫不浪沙的地方 这个从前是韩国的地劲 那么韩国先前的贵族张良派一大力士 弄120斤的大铁锥就砸过来了 砸中了史皇帝的车架 那么史皇帝死没死呢 为什么叫有惊无险就没死 等于是误重副车 因为史皇帝出巡好多的有正车有副车 要到现在他还得弄个什么替身什么的 等于最后等于是差点就命丧于此 然后等于当时他也气急败坏 大所时日 结果谁没抓住 这次出游呢 虽然他受了如此的惊吓 但最后呢 他还是登上那个知福山 然后呢 克食济宫 当然了 他这次呢 就目的很明显了 到海边啊 知福啊 狼牙啊 这个地方也是寻求仙药 当然也是没有这个结果 他最后呢 绕了一圈 从今天山西的长治 当时叫上党 率队而归 那么史皇帝32年呢 杨正去哪了呢 他就去结石 结石就是今天的这个河北秦皇岛 今天离北京很近 但从前对于秦国来讲 那都是边境地区了 这个地方是从前六国时期 秦国的地带 因此呢 到了海边 他又见到了这个秦国的那个方式 就在这些大片子卢生 就问他 我叫你给我找这个县门那些仙人找着了吗 然后这卢生啊 鬼谜三道了 然后最后弄了一本这个称言 就是那个预兆的这个图书 上那又单杀写了几个字 王秦者胡 秦始皇看了这五个字 寻思半天 胡当时是这个秦国人啊 这个六国时期的人 对这个匈奴的称呼 看起来这个匈奴对我大秦帝国威胁最大 因此一气之下 就派出蒙田 弄了二段大军队 北发匈奴 始皇帝最后一次巡游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始皇37年 也就是公元前211年 那么始皇帝这个第五次巡游啊 这次旅游 我说起实话 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出巡了 当然了 这次他出巡之时啊 还没有任何预兆 那他会半路上会死在当地 他带着谁呢 带着这个丞相李斯 他的小儿子胡亥 还有中车府令赵高 这是个患者 是这些人 那么根据历史记述 可以发现始皇帝杨正啊 确实是喜欢出游 来 你看啊 他五次巡游 加起来近30个月 大量时间啊 他大部分时间 尤其最后三次 都是在燕齐旧地 海滨地带渡过 绕海而游 最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呢 你看他就是求仙 问道 加起来形成了两万多公里 因此呢 他的这些巡游 最主要的目的 可以从最后这几次 可以看出来 就是为了求仙问道 看什么知福啊 狼牙呀 结石啊 成山啊 现在都是风景名胜 他为什么喜爱这里呢 就是传说海上有仙山 为什么呢 确实是从前有海市渗楼 古人呢 没有科学的这方面的知识 就觉得那海市渗楼 就是先人所居 那先人所居呢 肯定是在海上 所以呢 秦帝国在当时有46个郡 那么秦世皇的足迹呢 就游了这个38个郡 几乎秦帝国的大好河山 230万平方公里 80%的地方他都游过 你想啊 这哥们绝对是一个旅游狂人 当然了 现在一说 比如说我们说秦世皇这人坏 你看他就知道玩 跟隋阳帝呀什么的 你看隋阳帝最后也是死于江都 也是巡游江南 包括前路向江南 你看这废了多少这个明脂明高 实际上古代帝王出游啊 完全不是旅游爱玩 我们现代人的这种 这种比较就是幼稚的想法 他是有寓意的 你看秦世皇 他的这个出游 一方面他有政治宣威的意思 一方面呢 也有文明宣誓的意思 不仅仅是 就是他自己爱玩 我们想一想 史皇帝第一次这个大规模的巡游 史皇帝27年 他那次完全就是为了这个巡游边疆 他就是出游的这个主要目的就是政治 目的在于开疆拓图 稳定边疆 稳定军心 而后呢 他东巡 你看他开始往江南之地那个地方走 这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 当时的琛瑶 就说那个琛瑶图书那些挂书上说 东南有天子气 嬴政因东游以压之 压呀 在古代这个书上写成厌恶的厌 这个实际上是通界字 是压 压者镇也 那么秦国灭六国之后呢 无处之地还是存有极强的这种反抗不满情绪 还有不稳定因素 所谓的天子气 肯定是以后这些人要造反啊 因此呢 秦始皇是借巡游之名 去当地视察证物 当然从迷信角度出发 他在那些地方也到处挖地脉 把地名也改了 修筑大量具有这个压盛气息的建筑物 这是弄个大塔 那弄一个大铁锤 什么东西 把这个地方压住镇住 始皇帝之所以不辞劳苦 条条远行 基本的目的 说句实话 绝对不是吃喝玩乐 搞旅游 他最大的目的 还是秦帝国的常治久安 那么秦始皇呢 是个非常迷信的帝王 比如他去泰山搞风扇啦 这个九一山那块 什么祭祀玉顺啦 到会计山攻祭大雨啊 等等等等 每到一个地方 五迷三道 到祭祀天川鬼神 这倒不是属于啊 这个怪地乱神 他自己的这种迷信 因为秦人的传统 他的宗教传统 就是已经在蕴藏期间了 在五六百年以来 秦国人都是这样干的 因此呢 所谓如果说迷信的话呢 这不能说是秦始皇的迷信 而是这个整个秦帝国 包括从前的秦国 一脉相承那种 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 当然了 对于完成了千古大业的秦始皇来说呢 他推崇鬼神 这个神魔力量最大的动力 除了祈祷天神 护佑秦帝国以外 最最重要的 还是他自己求仙长生的这样一个期望 我们想一想 我们可以推想 如果你是秦始皇 拥有这么辽阔的帝国 这么美丽的江山 这么多角色的美女 这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 你说谁不想永远拥有这一切呢 如果不能永远 那我就最大限度的延迟 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到来 那么怎么能抗拒死亡 死亡是无法抗拒的 海上那些神仙 不老仙丹 海岛之间传说中的先进当中的 那些仙人应该能帮自己 所以你看后三次 秦始皇巡游最大的目的 他就是求仙问要 而且在燕齐旧地 濒临渤海 经常会出现海市蜃楼 因此就是那地方的 也出骗子 也出这种自然景观 所以说史皇帝对那些地方 他就认为肯定是存在的 对于仙药 他自然是信之不疑 有需求就有供给 更何况你想谁需求 皇帝供给就更强烈了 而且在方术丹药文化 传承非常浓厚的燕齐旧地 一直就活动着许多方式 术士这些国家级大骗子 忽然听说 史皇帝号这一口 大伙欢欣鼓舞 闻风耳动 所以当史皇帝在二十八年 就在史皇二十八年第一次巡游狼牙的时候 就今天山东那地带的时候 齐国渠府等人迫不及待上书 狂吹海上有三座神山 还有名字 蓬莱方丈和营州 这三个地名记住了 在后来的诗文当中都是成为海上仙山或者是仙外来客的代称 你看李白的诗 什么杜甫的诗 苏东坡的词 李特豆 这都是海外仙山的代称 就说上条仙人居住 他们有不老仙丹 然后还请皇帝 你要尽心尽意先斋戒 然后我们带人给您去找 当时就不少所谓的三千同男同女 也有所谓的五百同男同女 这徐府就带着这些人 然后带着大部队 带着供给船 带着供给部队 然后就乘坐巨州 那这秦国建造的船 绝对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就到海上游艺 干嘛呢 寻找仙人和仙丹 所以这人只要一迷信 长生不老 这智商就降低 那么绝顶聪明的秦始皇 就更加继续他狂热的 永不停歇的 找要求仙之旅 第五次巡游 实际上也是始皇帝嬴政的 混沌之旅 那么当年十一月 他到达了云梦 就是今天的这个洪湖地区 然后又到了九一山 就今天的湖南宁远 然后在那里祭祀玉顺 然后这帮人又顺江而下 经过丹阳 到达哪儿呢 到达了这个浙江 记住浙江当时是一个江的名字 不是现在的省的名字 浙江就是今天的乾塘江 当时呢 河水暴涨 因此呢 嬴政一行被迫转向 最后到哪儿呢 他们就是等于是沿着这个河呀 这个往上走 走了二十里地呢 才渡过了这个河 然后到了哪儿 到了快吉山 就是在今天浙江的绍兴 然后祭祀的大雨 又立块大石头 刻了好多字 李斯写的小传 立石颂德济公 然后呢 这边要经过吴帝 就是今天江苏的苏州 渡过长江 成大传统海盗 往哪儿走呢 就往狼牙知福这些地方走 这个时候呢 一直花费着史皇帝的巨款 已经好几年不出现 哎 来了 谁啊 徐福 史皇帝看见他 说你弄我这么多人 这么多钱 给我找仙丹 哎 几年不见面 找着了吗 结果你说绝对有大功力 你想秦始皇多么暴虐的人 徐福一脸虔诚 当然找了 就很快就要找到了 蓬莱山上就有 这仙药特别神奇 听他们说 有一老头吃完之后 活了八百多岁了 微臣率领船队 马上都到达那个地方了 结果海上遇见大鱼了 那大鱼阻住这个道路 我过不去啊 皇帝您 你想千古一地 您赶紧 您亲自率领这个部队 如果入海的话 把那大鱼弄死 我就能到达那个蓬莱山了 仙丹唾手可得 你说史皇帝这人 按理说情商智商都多高的一个人 迷糊了 听徐福一说 一看他大言不惭 老脸上一点的神情都不变 说的肯定是真的 我先得把大鱼除掉 所以说这秦始皇还真信了徐福的话 他就下令 他跟他一块巡邮那个大部队 来跟我走 咱们就去海上找那个大鱼 找着了吗 还真找着了 就在知福附近 风高浪急 这一堆大船队 史皇帝帅了多少万人 在这海上架设那个连笼 专门特制的大笼 然后就射那个大鱼 还真射死了一条 这条大鱼 按理说就是鲸鱼 当然听我现在一讲 有人可能有疑问 山东附近哪有鲸鱼啊 好像很少听说过啊 山东附近还真有鲸鱼 大概几十年可能出现一次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 为什么呢 那些鲸鱼群啊 有时他爱吃那个拔鱼 鲸鱼群就随着拔鱼群一路走 有时候就到山东知福 彭莱那些地有转悠 因此呢 正好被徐福知道 正好被秦始皇赶上 一下还瑟瑟了一条 因此呢 古代这个鲸鱼啊 中国人是有认识的 而且经常看着一群鲸鱼 在那游夜 露出那尾巴来 当时人还认为这是龙兵过境 就以为是龙啊 水底那些龙啊 他们的兵在这地方路过 那么现在 把阻挡先方海陆 这个大鱼射死了吗 不死丹药 按理说应该有眉目了吧 这时候始皇帝再找了徐福 听到一个消息 这徐福徐大人啊 率领又是一大批同男同女 以您的命令又弄了一大批钱 又弄了一堆船 他又走了 到海上去了 他现在又给您找了一堆船 他现在又给您找了一堆船 不死吧 秦始皇呢 往咸阳回转 那骗了无数金银财宝 这些大公款的徐福去哪了呢 据说呀 最后找到了一个这个平原广泽 他就自己称王称尊了 他呢 也就是我们最近这些年 传说很广的 就是日本的那个神武天皇啊 据有一些历史学家考证 应该就是徐福 但是对于徐福最后真正的这个下场呢 中国国史不祥 也很快秦帝国就灭亡了 徐福这老哥们带这么多人也没回来过 因此呢 最后结局呢 正史上是没有记载的 当时秦始皇呢 也是挺郁闷的 你想又加上旅途劳累 始皇帝走到了平原京 就是今天山东的平原西南的时候 他铁打着身子骨 忽然就出现状况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我们要知道旅游啊 不仅仅是大伙想的玩这么简单 旅游是很累的 你想我们平常旅游超过二十天 基本山子骨就极度批发状态 虽然说吃喝玩乐 再加上当时的秦始皇 想旅途颠簸 而这古代的人呢 当时秦始皇岁数不大 才四十九个岁 但是你仔细想 古代的人到一个地方 有可能水土不服吧 水土不服 他抵抗力就下降吧 如果下降 你哪说得了一感冒 有可能就发生变成肺炎 古人要得了肺炎 你放心 一百个人得有一百零二百人死 所以说当时秦始皇的他这个病情 发展的这个非常非常之快 你看 这阵他的病越来越急 越来越重 旅途颠簸之中 群臣也特别着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赶紧簇拥着秦始皇 赶紧往首都回 往咸阳跑吧 但是病来如山倒啊 这个很快的秦始皇 王就到了弥留之际了 他就觉得自己挺不过去了 因此他就派人马上下诏 然后让远在边境和蒙田防守匈奴的皇长子扶苏 你赶紧给我返回都城 交代后世 他就想让他这个儿子成绩他的地位 就变成真正的秦二世 可惜 盖有喜印的书信还没有发出 走到了沙丘 就今天河北广宗西北这个地儿 嬴政始皇帝扛不住了 病死在当地 驾崩了 因此呢 生在河北 死在河北 哎 我说这句话 有人可能说秦始皇生在河北啊 秦始皇是秦国人啊 秦始皇记住了 他最早出生 就是他那爹 那这是秦国一个不受待见的王子 就是当时在赵国的邯郸 就是在河北 当人质呢 他是人质 生的人质 因此说他生在河北 死在河北 太恰当不过了 历史呢 有必然性 也有偶然性 而且有时偶然性 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呢 露出的争鸣的危险 不可逆转的这样的面目 当然 如果当时有什么私人飞机啊 服从能及时赶到 那就万事大吉了 没有 你当时有个传真 有个电话都没问题 古人的资讯啊 太不发达了 因此呢 就是因为这种资讯的不透明和缓慢 就造成了秦帝国的 万劫不复的 悲惨的结局和命运 始皇帝嬴政刚刚厌弃 这个时候 无论是帝国的丞相李斯 还是皇子胡亥 他们都是吉尺白脸 都非常娇琢 只想着马上 护送着嬴政的尸体返回咸阳都城 然后呢 召回皇长子扶苏 继位 使大秦帝国尽快回归正轨 但这个时候 关键关键的时候 一个蛰伏已久的小人 忽然登上秦帝国历史的舞台 这位小人呢还是一位没胡子的人 是个男人 是个公公 是个患者 他就是心怀苞测的中车府令 赵高 当然现在一说起赵高 大伙觉得电视剧张那种形象 缩着个身子 长得像个女人 然后这个一脸缠眉 然后这个身子骨还挺弱 还真不是 赵高这个人啊 学父武车 他是皇子胡亥的老师 而且还是个文字学家 这个秦始皇这个统一天下文字啊 这个赵高出力很高 而且他这个中车府令 他当时这个职务呢 实际上是秦始皇禁卫军皇家车队的车队长 再加上他又是皇子胡亥的老师 等于是秦始皇身边非常亲近的人 他呢就开始劝李斯 争取这位秦国第一号朝臣 加入自己的阵营 干嘛呢 要干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费掌利诱 那么司马迁在《史记》这本剧著当中 对于秦始皇死后崩后决定秦帝国命运的关键的几个小时 进行了非常文学性的描述 但我呢 在这儿不是教大伙古文的 大伙有空去看一看李斯和赵高之间的对话 那司马迁的记载 精彩绝伦 绝对都是他们的对话都是电视剧的完美桥段 而且是古汉语最好的样本 那么从赵高和李斯两个人对话当中可以发现 这个太监赵高的口才绝对是超一流 那劝人我告诉你 能劝到别人心窝子里去 所以说他的情商和智商肯定都是高人一头的 说的当时大秦丞相 头号文臣 这个李斯把他说的心神恍惚 最终呢 这大阉人得其所愿 那么赵高是怎么劝李斯呢 赵高见了李斯 开门见山 没有任何别的铺垫 马上就说 就劝李斯你跟我一块吧 咱们现在拥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伪造昭书 拥立胡亥为帝国继承人 乍听此言啊 丞相李斯说句实话 吓得亡魂接茂 脸都白了 你说为什么呀 赵高马上就告诉他 你看 以德以功以能 您丞相李斯 您都不如现在正和福苏在一块手边的蒙田 福苏当了皇帝之后 他肯定会把蒙田作为他的第一号长臣 而且他这个人的性情刚毅 怎么能比胡亥胡公子 你看那个胡亥公子 性情 他是非常文雅 实际上说的性情非常文雅 实际上就讲 胡亥这人没本事 好控制 咱们如果把他立为皇帝 咱们就有立天之功了 赵高刚才一提蒙田 实际上说到李斯痛处 一提蒙田 一提福苏 因为在秦始皇时代 这个李斯在焚书等等事件上 是得罪过公子福苏 他内心深处 实际上挺怕这个福苏当皇帝 怕他当皇帝之后对自己怎么怎么样 李斯呢 听赵高这么一说 他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不大了解 是什么呢 他不大了解赵高的真实目的 因此呢 他还在那挺着 装忠臣 就说您说的不行 你说的这个 这就是足足之罪 怎么能跟我说这些话 然后他开始 引经据脸就讲 你看历史之上 包括春秋战国时期 你像晋国呀 齐国呀 你像都是因为换义这个太子 或者这个王子之间相杀 最后国家衰弱灭亡了 最后他还说到商周王 你看他就是大杀宗族 最后商朝也灭亡了 因此呢 大秦帝国的继承人 我觉得非贤德的公子福苏莫属 这李斯嘚不嘚嘚不嘚这一席话呀 实际上赵高心中有术 心中有朴 因此呢 他就知道自己事情成功已经一半了 为什么呢 如果李斯对他断然拒绝 他当时马上就可以叫些人把赵高 马上在当地 杀在当地 绑在当地 当时赵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叫几个太监弄几把刀 叫几个武士 威逼李斯 你要不干我就把李丞相捅死 不是 赵高当时呢 胡亥还不是皇帝 他手中还没有权利 真正秦帝国第一号的文臣 就是李斯李丞相 李丞相一声命令 能把赵高和胡亥全部都弄死 那他有这个权利 并不是赵高有这个权利 他当时为什么觉得李斯可以说动呢 就是因为看李斯刚才嘚不嘚嘚不嘚 他就知道他心中有私 然后他有一顿圈 什么逆可顺之 顺可逆之 反正就是说实时务者为俊杰 就是告诉你 只要是你跟我把胡亥立为皇帝 咱把扶苏和蒙田除掉 您觉得以后又是新帝国的 这个第一号功臣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扶苏当了皇帝之后有蒙田在 说不定你以后啊 武族被诛 所以说呢 他最后就是逼着 哎 李斯表态 李斯当时啊想了半天 犹豫了半天 把这个所有的赵高说给自己的话 我估计得消化 而且在瞬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得做出决定啊 最后呢 李斯表现出什么呢 未然长叹 悬然流涕 长叹一声哭了 李斯哭什么 他为什么不说话 沉默实际上就是一种默许 在他内心深处呢 他实际上已经认同了赵高这样的说话 那么李斯为什么认同赵高的这些劝说呢 私心杂念 人只要有私心 他就会有杂念 哎 有了杂念 他就会在关键的时刻 他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决断 而他本人呢 和他的宗族呢 也变成了四个字 生死足灭 李斯在当时啊 他在秦帝国的地位是位积仁臣 所有的儿子都娶了公主 所有的闺女都嫁给那姓赢的 秦帝国的那些宗室的王子 这时候的李斯啊 实际上是富贵龙华已经到达顶峰了 但也恰恰在这个时候 他最害怕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失去 这些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 正是由于李斯的私心杂念所导致的默许 前二世呢 就从扶苏变成了胡亥 史皇帝嬴政死后的天下 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大秦帝国的灭亡 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 包括史皇帝的暴政 以及分出康儒等事件 超级女士 加布 冬陵 帝国 冬陵 冬陵 感谢观看